来到日本的广岛 全球的人一般会联想到 这是在1945年8月6号 美国曾经以B-29的超级轰炸机 轰炸了广岛当地 造成广岛当地的建筑物几乎全毁 而在我身后所留下当时 也是以B-29的轰炸机 所轰炸的过程里头 非常罕见所留下的唯一的圆顶屋 而这个圆顶屋在1996年 已经被列为 联合国教组文组织的世界重要的遗址 当时对于广岛当地来讲 破坏之身只留下背后这个建筑物 当时也曾经夺走了14万岛 广岛当地的民众的生命 这是一个日本广岛之痛 也是全球高度重视 在当时1945年 美军里派出这个轰炸机 破坏当地的情形 术世面之后 这个地方的重新修复 看得出来是困难重重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